短短几秒钟 整款戒杆已经加工完成了 现在咱们分别用这个干戒杆加工一盆物料 然后再用咱们这个再在里面加一些这个玉米粒 看那个加工效果 每个效果更好 这个是咱们那个210的颗粒机 看一下 现在准备给大家加工一些这个节感 今天用的是咱们这个210型的饲料颗粒机 配合一个三项7.5千瓦电机 然后给大家做一期咱们这个干节感 看能不能加工成颗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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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YK 大家看一下这个由于这个节套中含有线维比较多这个加工出来的颗粒是不成型的 现在咱们就在里面稍微加一点这个含用淀粉那个谷物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同样一盆物料咱们再重新配一盆加工一下看看 同样的这个节套料咱们在里面加一点玉米给大家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里面是什么都没有的现在加入一盆玉米 搅拌一下然后开机加工 现在看一下这个已经拌有玉米粒的这个物料 多长时间能把这盆物料加工完 好 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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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一定量的原因的